4号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鲁茨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 俄方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共享方面所做的努力 他表示部分美国政客将疫情政治化的真正的目的是想要利用疫情问题孤立中国 斯鲁茨基表示 疫情爆发以来 中俄两国一直在相互援助 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俄罗斯向武汉人民送去了急需的抗疫物资 现在 俄罗斯疫情形势严峻 中国政府又多次提供帮助 并向莫斯科派出医疗专家组 斯鲁茨基赞赏中国政府在抗疫疫情方面展现出来的效率 高度评价中国在保障抗疫信息透明 可信方面做出的努力 斯鲁茨基说 令人遗憾的是 当前美国的一部分政客蓄意歪期事实 制造所谓中国隐瞒疫情论 他表示 国际社会应携手应对疫情 将疫情政治化是极端无耻的做法 那些 коллеги из Вашингтона просто преследуют цель марги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негативизировать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миров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а Китай первым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справился с этим страшным злом с пандемией COVID-19 Китай, 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до здесь похвалить и брать с него пример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у себя китайский опыт вот я 感谢观看